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不囉嗦了 直接開始 那這句話今天打 因為我要講API嘛 所以還是要講一下API的東西 然後以及怎麼去用這個ChairGPT API 然後因為本身有個另外一個身份 所以一定要講他背的東西 所以他API現在有一半人還不能去使用 不過我還是要提一下 然後ChairGPT console使用時會有存在問題 然後... API在大家心中是什麼東西咧 我有六個問題問大家 大家在心中回答就好了 因為人太多 我喜歡挑人家來問但算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是API 然後為什麼要用API呢 然後什麼時候要用API呢 隨時用API 然後我們去哪裡可以找到API 好 要什麼使用API呢 以及那個錢錢 錢錢最重要 成本問題大家要去concent 剛剛我們嘉欣有分享成本的東西 好 這是ChairGPT的回答 API呢就是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然後...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都會用到API 那... 現在呢其實都是我自己感覺 已經泛指這個Web API 那其實API剛開始 APSN就有一群東西 它並不是指... 是指... 那個網頁 網站上面的通訊協議的API 只是說因為... 現在的這個... 不斷的發展之下呢 就是... 大家都泛指這一類 好 好... 為什麼要使用API 那... 這個ChairGPT解釋說 因為可以模組化 然後結藕合啊 然後... 代碼重用啊 0157 這些很重要的事情 好等等等 那... 對於開發者來說 其實就兩個字嘛 方便 因為我們用API很方便 可以去算寫我們的程式 那為什麼要使用API呢 這也是... 這個ChairGPT回答 因為我們可以共整合啊 數據共享啊 自動化這些點點點 那... 其實對於我來說呢 那就是需要的時候 你需要這個API的時候 你就要去找出那個API來用 當然你可以自己寫啦 自己把它重構寫 但是太麻煩 太辛苦了 那所謂去創造API啊 當然就是這個 軟體工程師啊 或開發人員 那哪裡可以找到API的 其實所有的大廠啊 幾乎通通通都會做API 你只要叫出來的 像我們LINE啊 Google啊 他們所有的他們自己的產品啊 通通都有他們自己做的API 我們可以去使用去呼叫 然後他們也會寫一些文件啊 Document 你只要去看 就大概去找到了 那除此之外 當然還有我們政府 我們open 這裡是open source嘛 所以open data的東西 我們政府做了很多的open data的項目 然後你可以去找到他們的API 去做引用 那路上幾乎到處找到API 那如果去使用呢 很簡單 遵循他們的規範 去看他們怎麼用 怎麼寫怎麼用這樣 那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好 那多少錢呢 其實喔 像政府的API 基本上都是免費的 但是我們現在想要重點就是 Google跟TradeGPT 都是要付費的 但是現在的流行的方式都是 你用多少就付多少 那以前有一些套餐型的 就比較不一樣 那怎麼去 今天重點是TradeGPTAPI 要怎麼去使用呢 怎麼去call 怎麼去呼叫它呢 這是一個很簡單call 就是 我要去引用這個TradeGPTAPI 然後這段是NodeJS寫的 然後就是去引用它的套件 然後把你的那個key加進去 然後去生成一個OpenAI API的這個 這個變數 然後去整個把你的 重點其實是這個細項 你的內容 譬如說我寫它 他要看任何Manager 就給他一個身份設定 就是告訴TradeGPT說 你現在是一個 這個社群的Manager 然後同很多API的東西 然後 然後就是預設我的使用者 問什麼問題 然後再給他回答 然後把這些 訊息的內容丟進去之後呢 然後再去從TradeGPT下面 去獲得他的答案 那最近呢 最近會出這個Bird的API 有人知道Bird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鳥 不是啦 是Google出的這個 也是就是為了TradeGPT的出了這個Bird 那一樣他也有API 最近會可以呼叫這樣子 那其實他的形式上有點相像 我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最近 有 我們GD有 有人有辦法去 就是拿到這個Bird的API 所以他還沒這次開放 可是他的這個 呼叫方式呢 其實有點像 就是把那個Message的內容打進去 然後 回進去之後呢 一樣可以獲得這個 從那個Bird那邊獲得他的回應這樣子 好 那如果對於寫這個 TradeGPT的API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文章 這個 然後這個QR Code 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用那個TradeGP的新功能 直接叫他給他連結 然後叫他升QR Code 就給你升出來 那以前還要去那個網路上找 免費QR Code有沒有 結果他升出來的時候 你都沒有去掃他 有沒有人發生過悲劇啊 因為我印象深刻 就是我他升出來 我沒管他 就突然貼到我的檢報上面 結果 結果 結果人家那個聽到去掃的時候 就給他轉到奇怪的地方去 對 就很規劇一樣 不過現在有這個 這個TradeGPT自己 可以產生QR Code 就很方便 也不用擔心 他給亂搞 好 那怎麼用呢 那既然講完了API的部分 那 還有TradeGPT出了API的描述 那怎麼用呢 使用方式呢 首先呢 你進去他的描述的網址 然後System部分給他一個設定 那我是給他一個角色 就是他是 那個 很懂那個Line API的這個人 然後呢給他一些 這個Message的預設的內容 然後 寫好之後呢 這些東西填完之後呢 讓他先訂住 他要回應這個Line的 相關的這個訊息 然後呢你在右上角呢 按一個View Code 他就把你把程式都寫出來 這很方便 所以呢 我可以指定寫這個Python NoteJSQ 或Json 什麼都 這樣的格式的程式碼都可以 這樣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程式碼 Copy就是貼到我的程式上面 這樣子 那TradeGPT API呢 除了協助我們去 這個用這個 呃 定義好我們想要的呼叫之外呢 還可以怎麼用呢 我覺得他幾乎幾乎很 這個培館很萬人 齁 就是像 這樣的問題啊 譬如說 我叫他當一條狗 齁 然後 然後跟他講說 實驗者講 哈利的時候 他講旺旺 餓了嗎 旺旺旺 你可以試一下啊 在TradeGPT console裡面啊 你叫他當一條狗 然後叫他講旺旺呢 他不會理你 他一直講說怎樣怎樣怎樣 他是一個語言 那個什麼 那個語言模型 其實不要再羞辱他啊這樣 但是 在這個揮光裡面呢 原則上面你想要怎麼用 就怎麼用 我叫他當狗 他就是狗 這個是蠻有趣的啦 好 那除了之外呢 寫程式很常需要這個 讓他去幫我判斷一下裡面的參數 那 我把這個 參數的條件寫好之後呢 把它倒給他 那之後呢 他就可以 可以把那個參數的內容 都倒給我這樣 那我寫程式 呃 要判斷使用者的 參數啊 意圖啊 什麼的時候就很方便 然後我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他非常的屌 他可以去 複製我的寫作風格 譬如說這是我朋友的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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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貝斯的這個評價 然後 他很常在郭文貝斯上面寫東西 然後我就直接 這個 用他的寫的內容 這樣子 那我就是在系統的部分 把他的身份策寫給寫出來 他是一位 28年號的超級正名 然後喜歡寫實際 然後 剛剛講說要寫本體中文 然後 分析一下 那旁邊的部分呢 我就寫上 User的部分就寫上 一個店的店名 他去試過哪些店 然後他寫了哪樣的 實際的內容 那原則上呢 這邊的部分呢 當然是越多越好 看你自己寫越多越好 然後寫出來的風格就會很準確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會很厲害的 他就是 我隨便下班一間店的名字 他就是 可以幫我把實際給寫出來 對 對 這個是 對 而且風格都沒有錯喔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厲害 當然各位可能有想到說 哇靠 那 是不是可以在網路上 就是 養帳號 這樣 而且都不會被抓到 因為他真的做得太準了 那還有這個 這個是一個卡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多愛夢 有沒有沒看過多愛夢 應該都有看過 然後他有一集 是做這個 真心畫鏡子 那大家講述一下內容 他就是說那個 那個 大雄的爸爸 他想要送禮物給他的主管 想要討主管的方心 可是呢 他不知道主管 真正喜歡的禮物是什麼 怕送錯禮物 大概這集的內容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覺得就去XXX 他真的可以去猜測出這個人 他的心意 所以我就是 測寫了這個我們台灣的某一個很厲害的這個 最年輕的上市立團總經理 他還寫他的SYSTEM的內容 然後呢 我請他去猜測呢 他會喜歡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因為他最會喜歡這個 高級的手錶或是皮革製品這樣 所以各位如果在公司上班啊 如果有時候 有的時候可能就是還是要那個 這個 這個 反正就是這樣 但是你又怕送 這個主管的禮物送錯嘛 這也不好意思對不對 那你可以 撤寫一下你主管的這個 或者是你 各位是在上學比較多嘛 你可以撤寫一下 老師的這個 這個 對面對面被點 然後 像你主要目的是怕被盪嘛 所以 但是你要猜出他 老師喜歡什麼東西 不要送錯東西這樣 然後就 你就從此就 獨立得手這樣 其中考其中考的不用去考 也是照顧這樣 開玩笑 好 好 再來就是 介紹一下我今天有什麼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本身是因為寫著 寫很久的Code 然後 因為 表情沒有獲得這個 一個SYSTEM的稱號 城市的SYSTEM的稱號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是我自己對自己的期望 是一個人 然後其實才是 我不是印度人 這是干地的 那我其實才是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 這個是我的 這個媒體人 我喜歡寫一些文章 我平常寫一篇 寫一些文章 那如果大家 上面的原則上就是一些 技術文 或者是一些心得分享這樣子 歡迎去追蹤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一定要講的 因為 所以ASP要講一下 如果大家 對於成員ASP有興趣的話 這是實體的好處 實體的好處就是 這個 他會邀請我們去 他們總部參訪 像是 東京的部分 上面是 Google的西谷總部 這樣 好 當然 實體參訪不是唯一好處 其實對於開發者來說 最喜歡的就是 有窗口可以去跟 對內做討論 一些 技術上的問題 我們有窗口可以去 問他們的這個 命運這樣子 然後 如果大家對於成員ASP的興趣的話 可以去網路上找我看 其實 這一隊的 流動還蠻多的 那全世界大概很多 那不是只有台灣有ASP 那 大概Google GDE的部分有幾百位 那 那你的部分大概就幾十位 其實也那麼多 好 那在我成員ASP之後呢 就是 在做這個 工作坊啊 然後 解誠室的課程啊 跟出本書 那 2019的時候其實我亂了很多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疫情嘛 然後 後來疫情來的就做了這個 這個 線上課程 然後 也有參與很多的線上論壇 然後 這兩年呢 因為就是 有感於生命的短暫 所以覺得他應該要有點死 所以就寫了書這樣子 那這第一本呢 是專注在程式語法學習 開發跟回應的部分 然後 感謝佳欣都是我幫我做這個 推薦我們的撰協 對 然後這第二本的部分呢 就是 確訓業的部分 那這兩本書呢 跟市面上學校書有什麼不同 因為現在確訓業的書 我看到已經超多了 對不對 其實這本書跟他們不太一樣的是 因為我們是專注的程式的部分 然後主要是用運算思維 去拆解問題跟需求 然後藉由勇唱工程去進行 要來能及協助 那這是之後的目標 然後 那回到重點 那 怎樣演唱呢 才是一個 好的方式呢 那這是我提出的幾個看法 就是五個 如果 就是採訪對象 到下行進 然後問題的知識點 文化處處等等 採訪對象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自己啊 你自己當你產生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假設自己是一個記者 那你發生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要先找一個採訪對象的話 你要找誰 譬如說 你可能 想要自己做午餐 那你可能就是 要想一下 可能是找一個大廚 你就可以把他 去去一提啊 或是夠啊 把他限定 他的身份對象是 餐廳的大廚 這樣子 那你要問的問題 有對的 給他 勝進一個對的身份的話 他才會回應對的 對容 還有 當下行進要講清楚 譬如說 剛剛 不知道上次想 大家有沒有去聽我講 譬如說 你要買一個 這個 買一個柵欄好了 柵欄 柵欄有很多種 大家不知道 有這個寵物用的柵欄 小貝利用的柵欄 等等等 那如果你沒有講清楚 這個當下行進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 買到錯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要 必須要把當下行進講清楚 那以及關於這個問題的相關知識點 就是 譬如說 我這裡有一個 文字客服的 確訊率要翻譯的一個範例 就是我請這個確訊率要幫我扮演成 這個電商客服物的 物流的客服 然後我請他 給他一些這個規則 就是 你要依照內容回答問題 然後不清楚的再詢問問題 而至於 這個內容呢 就是這個 如果 我 第三網站翻譯他們的 物流的規則 我就把全部的內容 偷偷給丟進去 給ChairGBT 然後呢 他就會幫我整理出來 所以看起來很爛 他會把他整理出來 他可以懂得這個條件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再去問他呢 我就可以 獲得這個 正確的回答 好 好 再來呢 這個ChairGBT 他有文稿的輸出 幾乎不限行事 他可以做任何的這個輸出 或者是 甚至你可以用 MacDone去輸出 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高寫的用法 是 你可以訓練他去 呼叫API 那他幾乎是不限行事的方式 最後是這個對話策略的建議 這個 ChairGBT呢 你可以 定好這個角色 但是 有的時候他可能 不進入領域的去 產生這個內容 那其實你的 追問的對話策略呢 就是要想一下 要想去跟他追問 好 最後呢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就是 我可能講的沒有很清楚 但是實驗室還是太有限 都在這裡面 都在這本書裡面 那陳平有在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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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 就是參考一下 好就這樣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我就認識給大家 請說 沒有錯 你怎麼知道 你覺得 有啊 大家稍微 請他修飾一下 這樣 對 請他給我一些正確的 請問說 假設他自己是記者嗎 然後應該要訪問對象 大概這樣 然後他就把他生的這個風格出來 對 請說 請說 請問說 假設他 現在是一個建築師 或是一個室內設計 就是要求 對於你假設 建築師 那能不能依照 建築法規的社會 那 生存出 組合建築法規的理念 或是 組合建築法規的理念 或是 你覺得這件事情是有 很煩惱的理念 你覺得這件事情是有 現在未來是能夠 把 這個 協會局的技術 導入到 營建台 跟設計 我自己是拿他 來設計 我小孩子的 房間的 配置 然後他真的可以用 MacDone語法去 畫出來 那之後 能不能去操作其他的 Olocate什麼的 我覺得 這應該是 這是他們公司努力的方向 對 另外就是 有 就是有 接到就是 在 有一個 就是在建築產業 他們有辦法 對於這方面 擔憂 他們會不會被人家出 這是 就是因為建築需要 和建築 如果我就是好奇 如果我對 我這樣 確實是一件角色 就是定義為一個建築師 那 會給他就是 關於建築最新法規的資料 那他能不能 移到建築法規的生存出 哪有建築的資料 原本上他就是一個 加快你工作的工具 你不能太過依賴他 他 我相信他之後會生成出 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 你必須要看過 不能就 傻傻 就給他出去了這樣 那你可能就是 譬如說 我自己有個人經驗 常常去 這麼男生的小便斗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知道 那個很明顯 就不知道他們怎麼畫的 就是很窄 這樣 兩個人 屁股會碰到屁股這樣 我都不知道 到底是哪位天才 對啦 所以原則上 還是要看過 不能 對啦 不能就是傻傻就給他出去了這樣 請說 現在感覺 對盤的資料都是 對文字這樣去用的 譬如說 我假設一個情境說 譬如說 我要提供一個使用者問答之後 譬如說 他提出說 我現在在台北 我要回新竹 譬如說火車站 最近的時刻表 那變成說 我 他在這個對打的時候 可不可以連接到 我們自己 譬如說 我們提供自己提供的一個API 目前可以做到這樣嗎 這是 你要用呼叫的方式 就是你去呼叫 可以可以 我看有人在做 就是你用 TRAGPT的API去 呼叫 TRAGPAPI 然後讓他去操作 你自己給他的API 這樣 你就可以這樣 對 不憲於說 主題提供 你可以自己的 Pa 不憲於 就是你要先先訓好 先訓好他 懂得去操作 你提供的API 所以現在已經 對不對 但是你要訓練好他 重點是你要訓練好他 你要去定義出 什麼樣的狀況 要去調 什麼樣的API 對對對 對 請說 我自己是還沒有實作過這部分 我必須老實的講 然後進行一些測試的方法的話 應該也還是屬於大家在研究的範圍 因為你想要問的是測試方法 那可能要再追蹤下去 因為他生成是AI的問題就是他會 就是會唬爛 所以就要讓他這個部分的感覺 對 他現在那個模型是 群體產業務 然後是訂閱版社會變記錄 還是你們覺得用起來 然後差異很明顯 那如果是隱忘了 有可能再進行的話 差異蠻大的 在某一些使用上的話 因為很明顯 確實是他可以記憶的內容 就是背景知識比較多 然後也比較不會混亂 譬如說 可能我就要生成一篇文章 就是 幫我介紹我自己這個人 然後我後面又 這個作者 他的 有什麼 那個厲害的地方 那後面我可能又提了幾個名字 也是作者 那他就會搞錯 就是 張官李戴這樣子 這3.5的部分 可這4的部分就沒有 比較不會有這樣 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這樣 對 好 沒有人有問題的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謝謝你們 會過來 我會帶來精采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那刪出給社群的書 也會放在我們社群攤位 如果大家想要4月的話 也可以過來社群攤位 我也在614 對 啊習慣可以買 OK 好 那我們就下一場 謝謝